好 来看到这个投诉的案件 确实这房仲非常恶劣 这一名屋主游先生 委托房仲来帮忙卖姑 结果没有想到 房仲却私底下带了朋友 进到屋子里头开趴打牌 把房子是弄得乱七八糟 屋主事后弃了录影存证 并且解除伪证 出国工作回到家里 居然看见这种景象 怎么这是搞这么严重吗 地板整个用得乱七八糟的 我还在那边收东西 已经好几次这样子了 真的很过分 客厅里饮料随处乱洒 烟蒂也直接丢在地上 弄脏家里的人 竟然是帮忙卖房子的房仲 喝过豆浆整个都臭掉 来给我放在这边 也没给我清干净 怎么这么恶劣啊他们 处处是脏乱 屋主还得帮忙收拾 沙发上整团用过的卫生纸没丢 麻将桌被使用后 也没有恢复原状 就连电脑也被打开 饮料打翻 然后就是直接把我淹地丢到地上 滑着手机里的相片 受害的游信屋主越想越气 他说五个月前 把未在万华的房子 交给房仲来卖 因为工作很忙 加上常出国 担心有人要看房子 自己抽不出时间陪同 于是把备用的钥匙交给房仲 想不到对方 却趁他不在台湾时 带朋友到自己的家玩 房仲也承认 他们真的是有 就是带朋友来这边 就是聊天这样子 房子其实越干净 越整齐一定是 越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房子很好 所以我们可能会尽量的 就是帮屋主做一个打扫 其实房仲带买家去看房子 都有行前教育 像是窗户离开时 记得关起 总店员不能乱关 还有最重要的是 不能私自带朋友到屋主家 开趴 甚至过夜 只是这名刚入行的房仲 似乎完全把公司的规定 抛在脑后 最后包红包向屋主赔不是 也被解除委任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